大家好,我是阿彭,吃个早餐 赶紧吃饭,吃完饭又去洗衣服,一大桶 一大桶衣服 这老姐昨天买的孕妇装 对啊,老姐昨天买的秋天的孕妇装 等一下去把它洗起来 老妈的衣服都洗好了,晾好了 还说叫你起床洗衣服 还说是洗衣服 又帮你省了一天的工夫 原本是你洗的 要不要去弄一下 拿洗衣机偷个水的吗 偷了吧 偷过来的 难道捏不出水 一套,两套,三套,四套,五套,六套,七套,八套,九套 这边还有哦 十套 就是从里到内都买好了 从今年你都不用买的 冬装 二姐帮买孕妇装,大姐帮买营养品 太幸福了你 有姐真好 小时候被他们打得有多凶 现在就对我有多好 走吧 那个时候被裹着被子打呀 打了就跑了 你以为? 这个银月的夏天 来看一下风战队的人 他们在干嘛 哇,好high啊 诶,谁在里面嗨啊 女婿 女婿是吗 我要拜到为师了 我来学弟做一下啦 我们今天去叮了十只鸭子 小鸭子才刚爆壳 没多少天呢 准备有土鸭吃了吧 小鸭子 安个家 回在一起呢 把它弄到鱼塘去 乖 因为它还有一种是它的毛全是黄色的 就是昨天 这个叫做大麻鸭 跟那种不一样是吗 嗯,不一样 平常不一样 这里面的窝 大麻鸭 嗯 小嘛,怕冷 今晚先给你睡这里 哦,那里有个 那里有个 他会找到在那个地方去喝水果 找得到 他哪有那么蠢啊 你卖的那个开口里有那个尾 那个 预防垃圾的那种 不用管他的还小 每天弄到鱼塘去 先给他这里住宿一碗 留宿一碗 诶,不管了 准备有土鸭吃完 哎呀,本来来说 学麻鸭做草妹的 上来都做好了 草妹,你炒的妹还可以 吃了几天了 这确实还可以 每天我过来学一下啊 你要通知我啊 去过董管吗 去过董管啊 明天晚上我可能记得通知你 放心 很好 麻鸭可能是学过烧烤的 草妹 学过宵夜的 以前我就是卖宵夜的 怎么就是我们这两个呢 怎么那么热 每天晚上就我们准时到了他们呢 客人去哪里了 客人呢 在厕所里的 那算了 我们先搞了 我们先开稿了 今晚上本来想学麻鸭煮命 明晚上啊 我在这里坐了半小时出来 他说煮好了 哈哈 我还跟他一直上来 我说等一下你煮命的时候叫我 学一下 搞完了 三光政策了 还是可以的 我都不知道要煮什么东西给他吃嘛 反正 现在他食量开始上来了 我又不知道煮什么东西啊 两个人嘛 两个人吃你也自己看嘛 煮鸡嘛 煮鸭嘛 晚上又煮了他 你再叫他宵夜吃 他吃不下了嘛 我要准备研究一下 宵夜啊 给他煮宵夜吃 哈哈哈 来 下天来找你拜师 想一下 嗯 连早上 连早上不行 晚上 中午 早上不行 嗯 我们的早上已经早了 哈哈 没有早上 这帮人都没有早上 起来可能就是中午了 好 没办法 吃饱喝足了 我们就回去了 下次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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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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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